原标题 超恩爱 唐燕宁波陪罗进庆37岁生日 罗尹实字感叹很甜蜜 唐燕和罗进这对夫妻 算是娱乐圈大家十分看好的一对 两人在2016年12月6号 唐燕生日当天公开恋情 之后两人一直都十分的甜蜜 在今年的10月28号 这对金童玉女也是正式走向婚姻 虽然婚后唐燕和罗进没有度蜜蜜 而是各自忙着工作 但他们的甜蜜却一直都在 昨天是罗进37岁的生日 也是和唐燕结婚后罗进的第一个生日 在恋爱期间唐燕和罗进就没有错过彼此的生日过 婚后当然也一样 虽然昨天罗进因为忙着拍摄新剧《鹤立华亭》 而没有休息 但新婚妻子唐燕却非常的体贴 特地抽出时间前往象山陪伴罗进 虽然在剧组的《沁生照》中没有看到唐燕 但是从唐燕的行程中不难发现 唐糖其实也是在现场的 因为今天有活动在北京参加 粉丝们也在机场接机唐燕 举接机粉丝透露 唐燕是从宁波飞到北京 从宁波出发 不用想就知道 唐糖昨天在哪里了 而且据知情人透露唐燕为了给罗进庆祝生日 通宵拍戏到11月30号凌晨4点 只是为了能留出一天时间给罗进过生日 4点下戏后 唐燕直接坐4个多小时车 从上海赶往象山 虽然罗进的戏临近沙京要赶戏 唐燕第二天又要飞北京参加活动 两人可能相处不了几小时 但唐糖依旧这样做了 可以说是非常让人感动的 在昨天上午9点多罗进还发了这样一条微博 愿事件 悲痛少一点 快乐多一点 分离少一点 珍惜多一点 这个愿望一定要实现 网友透露 罗进这条微博 可能事发于唐燕到象山后 因为唐燕原本形成显示的是上海非北京 但实际上唐糖悄悄前往象山给罗进惊喜去了 罗进微博中的分离少一点 珍惜多一点 应该是说给唐糖听的 唐燕大老远送惊喜 让他很感动 但唐糖摇曳却让他觉得有点心疼 这句话也是罗进在向唐燕表明 新的一年他应该会更多的以家庭为主 和唐糖有更多在一起的时间吧 简单朴实的话 却让人莫名觉得十分的甜蜜 相信在今后的生活里 唐燕和罗进将会更加的甜蜜 祝福两人幸福长长久久 邀请不吝点赞 shalom